这几天香港女画家陈县莲师生中国画作品在桂林展览馆亮相 这是近年来香港同胞的艺术佳作首次在我是展览 陈县莲祖籍广东南海从小酷爱莲花特别擅长会语 她曾在西欧游学所以呢画法中将中西融为一体 作品行神兼备 近年来陈县莲对桂林山水对广西的民风民俗情有独钟 她经常利用节假日来桂林采风 创作了很多桂林山水画 本次画展呢共展出陈县莲和她三十多位学生的作品九十六幅 这些作品风格多样特色鲜明吸引了很多市民前往观看 用水画出来的东西呢 它是层层次次糊糊的跳球东西 从这个地方它是冷漠 这就是水的水的星座看出 可以的这个可以的就是学艺的少了一点 是吧 其他那不错 其他不错 这么大的小孩能画这样就不错 由于陈县莲师生的作品在创作题材 用色构图等表现手法方面有独到之处 也让到场的很多艺术家近距离地感受了两地艺术作品的文化差异 它这个有些东西写艺也比较好 画红还蛮清新 有点清新的感觉 它有个新鲜的清新的空气 不错的 比我们一些一般的画展比较好 气魄很大 那个花鸟 那个金鱼什么的 画红都很细腻 跟我们国内的比起来 跟我们大陆的比起来的话呢 各有特点 他们的那个香港画风呢 比较细腻 我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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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东西